五十歲了 中原大學機械研究所 二十五年了 打大寶可夢吧 比較大的企業就像日月光 富士康或者是東捷科技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當我上完課之後 學員會告訴我 他終於聽懂什麼叫做工藝是靈智會製造 那時候那種感動 連我自己都會被感染 從一個很穩定的研發單位 一然決然的跳入 節奏這麼快壓力這麼大的產業 PPT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它的工具非常的強大 它可以幫助企業 好好的來釐清的事情 可是呢 如果你徐心頗測的話 它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可以把事情全部都蓋住 讓老闆看不到問題之所在 沒有辦法來改善企業 至少我們看到了 原來智慧製造不是夢 已經進了 管它工業幾點幾 最重要就是能夠幫助企業賺錢 對不對 數位轉型就是 能夠把傳統工廠的一感覺 以經驗為角度的管理 變成能夠以數據為軸心 科學化的管理 這就是數位轉型 你是可以默默做啦 但是這個世界 不會因為你默默做而不改變 世界一直不停的在改變 如果你不跟著去改變的話 你就等著這個世界來改變你 透明工廠就像一把利刃一樣 一刀兩面看你怎麼去用 如果你把它就是 惡用的話 那當然就是先是員工 但是你也可以善用這把利刃 來提升工廠的競爭力 當然有用啊 不然你要憑感覺來管理工廠嗎 企業的數據就像企業的人一樣 並不是越多越好 一定是有用的人越多越好 同樣的也是 有用的數據當然是越多越好啊 我不是很懂政治的 不過我只知道 大難快要零頭了 如果不趁現在 來趕快提升自我的體質 提升競爭力 到時候可能就來不及了 危機就是轉機 看你怎麼樣來善用AI 我希望未來五年可以善用 我過去那25年的技術跟經驗 能夠幫助產業做好數位轉型 我最喜歡一句話當然就是 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就是 海水退潮之後 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剛剛講的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 那各位觀眾看了我的專欄之後呢 你有沒有覺得哪句話 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的話呢 請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謝謝